成立已经50年的北源矿业公司董事长张德成 今天在台中市的公司办公室召开记者会表示 北源矿业在民国55年时向矿物局申请在南头的水色大山采矿 并且取得合法的采矿权 但是林务局却在民国100年的12月28号将北源矿业的产区 全部100多公顷的土地全部列为国土保安用地 整个程序上有明显的疏失 严重违反公务单位所应尽的责任义务跟公平 这个没有道理吧 各位先进 我讲这个你们听看看 哪有这个道理 我从来没有听过 我已经70岁了 哪有政府单位 应该是督导还是要帮忙的 结果比土北更土肥 北源矿业公司表示 公司依法办理申请采矿许可 希望能够开采珍贵的水晶矿 前后投资超过新台币5亿 林业署却单方面的剥夺他们采矿的权利 严重失职 他们保留矿告林业署的权利 为了争取合法的采矿权 北源矿业民国108年在立法院中南部服务中心召开协调会 邀请各权责单位参加 希望比照向阳专案办理 但是结果也是一场空 董事长詹德成表示 不排除前往总统府跟各单位抗议 强烈要求归还被剥夺的采矿权 维护他们合法的权益 记者陈文旭 李一国台中报道 台湾政府 treating方计划 好 有充断 そう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